《施比寿更加福》這個字是我們行動的禁忌詞 《施比寿更加福》這句話是我們不可以說的 也不是我們行動的概念 我們來到社區就真的當朋友 當街坊去分享 所以其實我們這些行動就是明白的 我們一說就明白大家不要站到那麼高 站到低一點 因為我們落地在街上平起平坐 這個關係才是對等 平時我們會收很多不同的物資 其實很多時候朋友會交一些超市券 餅卡 飯票 或者不同的藥物 一些食物 雜雜密密地交給我 然後再轉交給其他不同的戰友 或者我自己幫忙去分享出來 其實這些我們統稱叫做火柴 我們的行動有一個代號叫做放火 有一個代號 放火的意思是 其實我們在一個這麼冰冷的社會 要有光有熱有愛就需要有火光 所以我們希望藉著火光 當中一些從來在陰暗角落處的後巷 那些平時看不到的人 就希望燃起這些火光 是令到對方知道原來有人看到他們 因為火柴是我們一個很標準的 所以每次朋友交一些物資給我 我都會要求畫一支火柴給我 但原來很有趣的是 每個人心中的一團火都不同 有大有小 用不同的方式去演繹 所以唯一一件可以留得低的 這些留為紀念就是這些火柴 還有很多朋友會寫一些字條 一些鼓勵的說話 或者一些心裏的說話寫出來給我 這些我便留為紀念 這些集合了很多人的能量 香港人是很有愛的 只不過大家可能不敢做 或者不敢自己出手 但原來有人傻傻地 葉高三就去做的話 其實他們會給你反應 而且反應是很正面的 推動我去行動的動力 其實就是對一些社會不公義的不滿 可以這樣說 是將一種能量轉化的 但其實我有個想法 就是我相信愛的力量可以很大 所以其實我見到社會不公義的 一種不公義的憤怒 其實我會將它轉化為愛的能量 去回應一些社會問題 想不應該再見到一些老人家 七八九十歲 食物和生計都要靠一堆紙皮 和靠立福利 這是令到我自己很傷心 很不開心 很生氣的事情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我們希望我們的行動 是應該消失在香港 因為當我們這群人消失的時候 正正是告訴你 老人家不需要再受苦 晚年的生活不需要再擔驚受怕去過活 如果從小有些人找到 我們一個人的生活不需要 別人的生活不需要 我們從小有些人的生活不需要 我們自然的生活不需要 也由不做一次